財資大道 林潔盈 何文堅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看看日本股市 今早上升至189點 正在28522點 何文堅 疫情下對於一些企業來說 不同企業當然有不同的影響 剛才與電影業界方面的影響有他們的範疇 我們請來這位嘉賓和我們聊聊 非大帽業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顏寶寧女士 跟我們聊聊 早安 女士 早安 主席 早安 你好主持人 叫關 顏主席 做很多善團的主席 你的主業就是非大帽業 星期二都發出營起 全年順利 不少於1.2億 為何在疫情下多了人戴帽 還是貿易那麼厲害 帽是全球的供應 都是繼續增加的需求 我想是我們的電燈這麼充足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美國經濟已經逐漸復甦 大部分的體育賽事已經是正常 第二個原因就是 雲加拉是全世界人口物度最高的 有1億7千萬人 落動力的工人很充足 工人的工資又低 加上就出口去米國 我們的主業 95%是去米國的 那個主業 那個去米國的產品 我們在雲加拉製造 就不需要交 25%的懲罰軍稅 我經過8年在雲加拉的打造 我們的生產線就非常聖屬 不管在社會化的管理 和歌夫傑爺的應用都十分聰盡 基本上是 國內做得到事 雲加拉製造到 國內做不到事 雲加拉製造到 所以可以滿足校服的要求 因此 手上的訂單就很充足 可以說是公布應求 飛達母業原本在上海設廠 城主一帶一路就在雲加拉發展 一路走來 顏寶寧回憶是否一件正確的決定 我們工廠就在深圳 走出去就 這個決定當然是很英明的 有冬季時我沒有走出去 現在工廠都是深門 因為大陸就少不了工人 而且製造成本就很昂貴 大家知道在過去十幾年 人口紅而消失 我們1210人的企業都很難生存 但是第一派就響應亞洲主席 提出一帶一路的長餘 實際行星之者 到目前來說 我們都算是最成功的一派 當然走出去去雲加拉製造成了幾個原因 第一個呢 他和中國的外交關係很好 第二個呢 就是前頭 他是第二大的 諷捉品的出口國 所以呢 技術人員大把的 工人工資呢 五險一間 包上來都是150萬美元一個月 所以行出是絕對正確的 我都希望香港可以有更多工廠 不要深門 趕快跟我一起去雲加拉製造成了 可以問你拿一些寶貴的經驗 想問一下你們 現在是否主要的生產線都是在萬加拉製造成了 佔你們的比重是怎樣 噢 百分之九十七 全部基本上 在大陸深圳的四百多個人 只是供應鏈的出口和技術的支援 包括一個設計 肯品的設計 一定要在大陸 才有對那個物料方面的供應鏈 全部都百分百的物料在中國出去 那這個Omicron爆發之後呢 會不會影響美國又會收緊運動賽事 訂單對於未來中短期有沒有影響呢 不會的 萬加拉這麽窮的 如果說封城封寺 大家死得了 萬加拉和大多數國家一樣 都是採取與病毒共存的一種態度去應付 東地政府又沒有提出 田工、田紙、封城 全部都沒有提出 所以我們生產就沒有受到影響 不只是生產動是繼續擴充我們生產線 當然我們一開始工廠 對我們的蓬佩工作的措施做得很嚴謹 我們沒有受到影響 我想問一下近日都說的物流或者運輸鏈 以至到原材料價格都上漲了 其實對你們方面的成本有沒有上漲了 我們的影響不是太大 因為那些物流全部都是大陸 一針一線都是大陸出去的 所以我們有做到大陸做到可以做 變成原材料有三到四個月的庫存 變成以前買下來的原材料可以供應 當然旋期是高度 費用是高度 不過我們都採取沒有價格 因為蟹人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我們可以繼續增加我們生產線 增加生產線 工廠的管理點層是最貴的 點層沒有影響只是生產的繼續擴充 所以成本也沒有影響 我們保持今年都不加價 不加價是不會推高通脹 消化了航運成本 我都喜歡買帽子 如果不加價其實可以 所以客人的負責就是 有定人第一件事要想到 想到文家 我記得顏主席說 在孟加拉開廠的時候 有很多奇招 請工人的時候要派雞蛋 其實跟內地有沒有什麼不同 可以給我們分享給我們 這些經驗是怎麼樣 特別跟大家分享 窮嘛窮 那些派雞蛋才有用 在大陸派雞蛋 還要減肥 孟加拉真的很窮 我剛剛去那裡 工人坐在換口 一天三餐 他還可以吃兩餐 有些只是吃一餐 因為我緊盟家 其實也有這個原因 太陸口 一些七千萬人 政府沒有什麼支持 一個國家可以發展 看看教育水平 我們那些工人 百分之九十 是沒有受過教育的 嗯 所以就變成 錢又很慢 基礎設施又沒有什麼 沒有水沒有電 又沒有浪 我去那裡 那裡 都是滿足的地 什麼都要自己做 自己發展 自己活動 自己快樂 你的廠叫飛達鎮 現在那個鎮 變成飛達鎮 是嗎 對 那時候我只有四百個人 現在三萬多人 中共政府就去了 弘加拉去關心我 那他就說 他就說 你很厲害 你這間鎮這麼新鎮 在他周圍都是樹林 你為什麼不把這個鎮 變成飛達鎮 那我說 那個飛達鎮 我說不行 你試一下 那我真的試一下 那邊就幾句派下來 他說 不可以用飛達鎮 因為人口太多了 要飛達鎮 啊 升級了 哈哈 村是升級了 是 再做鎮 是啊 很幸福的 遲些做市 啊 變成那個 整條村 整個鎮得我根筒 整個三萬幾個人 那其實我們做了很多 我們開孤兒園 又是三個派郵派賣 又補助讀書 很多出很多招 所以整條村又很漂亮 所以那個政府就說 你連市政的工作都做了 我就存了兩三個塑膠 那些民家的衛生 好差 有自己幫他們做很多事 那麼 派雞蛋 派很多人都要做這些工作 那我覺得 這個就是 民心相通 文化共融 那我們去到哪裏 這麼窮的地方 我覺得做多些選擇 對自己都得益 我想問一下 你們那個生產線 剛才都說你已經供不應求了 會不會計劃都擴大那個生產線呢 會不會都在當地開多些廠呢 是 我們現在就是 開從那裏的建築成本 是很貴的 它的大陸很貴 那些豬油很貴 我看到它很窮 是很貴的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開兩班 還有開三班 就是 即是用新班制來擴充 那現在有7000人的工人 到今年年底 我們發展到1萬個工人 嗯 那真是整個鎮的人 1萬工人 3萬多人口 那全部都幫你打工了 真的 每一家每一戶都是 有外工人 這起碼有好處 是 那條村是新開 都是在其他地方 好像在東自治 一樣是湖南湖北 市村下來 一樣是這樣 那全家移民 所以這碼要 變成我們做很多 建設村的建設工作 那我可以說 在這麼窮的地方 非特朕的人民 是最幸福的一族 那管理人員方面 也要用一些 曾經在深圳廠做過 或者香港的管理人員 願不願意去孟加拉發展 還是當地其實 都可以有些管理層的人員 可以選擇到呢 現在培養著但是很辛苦 因為我也說 工人連面 照著名字都不會寫 都不會 所以你叫做戒賤 他都不會戒賤 你叫做戒賤 就是最重要的計時 那管理層的培養 就很難的 那現在都沒辦法 難都要照培養 希望培養十個可以留下 可以成功五個 成功三個 那大陸呢 以前就沒有人去的 所以我自己先要自己 帶頭去 一個人帶三個指導工去發展 那種日子是 灰特森堡 下午是炸菜 灰藍菜 不斷過來的 是啊 所以叫灰特森堡 炸灰藍菜 每一次過去 就封了一個罐頭過去 那現在大陸生活好 那些過去 是很不願意的 但是 當家交配 在疫情 那些人 Party 那些人回來的 那些人 那些人 要35天 不是21天的 所以在大陸隔壁,變成大家精通了,你想再請人過去也很難 那直至來,我等於過年後再過去,兩年後再過去住養心過月,沒辦法 但是你留意其他廠商、廣商有沒有在萬加拉A類的國家去做類似的投資發展呢? 趨勢是否出現出來呢? 很少,大陸的工廠就搬過去很快,我一直推銷、介紹那些東西 每個人走兩次之後,又說那裡蚊多、蚊多、蚊多、蚊多 我都不去,我都說你來之後就習慣到萬蚊就可以了 所以我經常推動,我做工廠本身,你簡直做工廠就是不怕苦的 不怕苦就不要做工廠,我經常說你想去人就可以去工廠 做工廠的人,我最重要是找不到商機 找不到機儀庫,在我心目中是沒有這個字的 你穿著古裝古風,人重人 八年前我沒有走出去,現在已經沒有工廠 還可以一年份兩次影響,沒有可能的事 我想問一下,見到你們都收購了美國一些配色供應商 其實接下來會不會還有其他不同的收購 令到公司的產品能夠更多元化,或者擴大銷售網絡呢? 那個策略是怎樣呢? 我們暫時都不去做自尖,因為剛剛收購都沒多三年 收購的配色供應商就很成功了 我們皮帶在美國是占第三大,我們的包包也是做得很大 暫時我們目標就是擴大生產線和擴大銷售網 讓它穩定一些收購欄,現在目前的方法就是在兩方面 生產線和銷售網 作為廠商,對於零售業的表現應該有一個很敏感的反應 你怎麼看全球零售業在疫情底下的狀況 是否可以回到疫情的水平呢? 全球的銷售環境我就不敢說了 不過對我們這個行業來說,我覺得我是很樂觀的 在疫情下,每一個人很注重健康、保養,做多些運動 做多些運動就牽涉運動的風氣 對運動產品的需求就更加大 所以我對將來下去,今年後年我都一直薄薯,一直擴充 我是非常樂觀和充滿信心的 在人手上的安排,剛才也說了,大部分的生產都在孟加拉那邊做 其實在那邊,請一些員工上,目前人手上的安排是否都充裕呢? 特別是請了回來,剛才也說了,員工方面要培訓 通常時間要多久呢? 我們那些培訓差不多要三個月才可以坐平車 多數三個月就可以慢慢,半年一年就可以熟手了 每天在門口都擁有三幾百個人在等級招工 最重要的是,公家很多年齡太小,他們沒有讀書、沒有教養 十四五歲就想來分工 這方面,我們要很小心去請人 同工在我們的洪延,我們有那個要求 所以工人不怕,最重要是培訓,但是他有度性很強 今天開工資,這個星期就是不分工了 所以這也是他們的習慣很差的 每一次開工資就不想分工幾天 所以花得差不多才來做,因為那種是文化來的 是,那麥加拉的,美國也是這樣 過禮拜出糧的那些,出完糧又休息幾天才出糧 疫情這段時間,他們那邊的人手很緊張,你看到 那麥加拉,我聽主席這樣說,真的很多時候 除了做廠之外,連那些寬頻也要鋪起來 那些貨櫃碼頭也要幫他們想起來,是不是要做這麽多事情 當然,我們都要做很多事情 在疫情方面,我們派口罩也好 我們不只派自己的村裏也要求他們這樣做 每天派口罩,每天一萬個口罩 我們需求量都很大,我想想想 可能都自己買一兩部機去做口罩 反正都是這樣車 我們那些波線,網絡,我們是前文化 是最強的,我想我們那個網絡的波角 還失去政府 是啊,那現在去文化 我們在新卡拉工從宣 由於我們做得很好,那大家 差不多在文化,我們是一個品牌的 這是一個工從錶 那你一走出去機場,你會說 非特朗就有奪行,就帶動工從門口 嗯 這個不容易,可以做得不錯 那在中美貿易大戰當下 作為廠家也是中國廠商 敢不敢受到這種中美貿易的貿易戰 看回這些數據又似乎 對中國廠家又影響不大 出口去年增長了三成 那你行業裏面出口那方面影響 究竟存不存在這個貿易戰 存在,存在 我們那個背包是42% 在大陸做軍稅 那個背包袋是42% 我們做那個是加多25% 等到32% 那這東西,你想一下 現在那些競爭這麼厲害 物料又起價,文物又起價 那你就加多25% 真是很辛苦的 所以希望呢 中國和那個 我們國家和美國大家的關係 搞好一點 再這樣下去呢 就是我們做生產 就是很大壓力的責任 接下來會考慮進一步 再撤出內地市場呢 雖然現在其實大部份 都已經去孟加拉那邊生產了 差不多九成 剛才聽主席你講 那其實接下來 還會不會再撤出內地市場 即整個生產線都搬到當地呢 我就做某些部分已經搬到了 在大陸我們當然是日本 和韓國亞洲市場 那現在就 接下來就是搬那些皮帶和包 就出去孟加拉 那背包那些投資 那個生產線就更加民 那我想我更加百貌 所以那個又不是我的拿手 那就去和人家一起搬 就是和工廠合作 我就出訂單出資金 那他越來管理 在這個方向 那皮帶就開始慢慢開始搬了 我想今年多年後 希望可以搬到百分之五十出去了 比如在這方面 如果和人家合作的話 如何控制那個品質 那個成本效益呢 那那裏就要請大陸人出去的了 我們都現在正在談的 有一幫人出去的 那當然這些不熟悉 最好就是在東地 有一間工廠好像以前收購的回來 連之後在那個生產線 雖然工廠大陣是五種俱全 那變成在那裏發揚工大 那麽就快點 在文加拉 那政策很模糊的 那一間工廠申請 兩年都沒派下來 那工廠沒派下來 你把料都出不去 他那裡的政策 就真是很不清晰 所以我一直在呼籲 香港政府要幫我們 就是幫我們看看我們行出去 需要的輔助 我們是連支持的 我是靠一個 心口掛著一個勇字 這樣出去 不想看你覺得政府方面 有什麽可以幫到手呢 或者業界方面 其實跟政府的溝通又是怎樣呢 政府這麽多年來 它支持都不是我們的工業 行出去的支持 是地產、金融 那工業呢 我們70年代 我們對香港的發展 就同歸 我們真是落苦共過 但是呢 每個人都沒有記性 現在最好是哪裏 那工業 每個人都看不到幾多股票 哪裏看我們的股票 是吧 看都是那些 薯淺幾百億 但是呢 股票一直這樣升 每個人都沒有看 每個人看著 我們做工業的一部分 那我就 每個人都靠自己 自己做自己的變化 沒有辦法 我自己做工業的人 每個人都可以行出去 他可以行出去 他可以行出去 他就是工業家的精神 就一直行 是可以成功的 你第一步都不行出去 怎麼成功呢 一直要行出去 即是企業家開拓那種 不斷解決問題困難的一種態度 真的不是普通人 可以堅持這麽長時間去 不斷創新 我五十五歲 生活無憂多好 在香港 我都要出去玩家 自己帶隊 帶著四個人 出去玩家 自己去打拳 試一下冬季時 不是我自己帶隊 這樣沉下去 用那種危力 那種精神 怎麼會有這次 這麽大 在玩家最靈的重逢 最好的福利 那個產品 又是最靈的產品 我們一有生產 有空洞 今天一說出來 這個還可以接多三十萬元 第二天馬上被人霸佔 嗯 是啊 那今天真是很多謝 非大武業的 跟我們分享了這麽多 多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拜拜 perfect 謝謝你 麻膩 謝謝你 illa